杨颖是什么时候盘算离开黄晓明的 我想是从2018年开始 这一年的两人参加了一档活动 期间 黄晓明不顾自己的50亿身家 弯腰屈膝为老婆拎了一路的裙子 对方却连一个眼神都没赏给她 当时不少人觉得两人关系已经破碎 因为在没过多久的浪吉舞台 只因黄晓明和前女友李菲而同框 baby就怒发小作文为自己洗白 话里话外都是自己的委屈 看着她叫黄先生的语气 众人就猜测到杨颖要独自美丽 果不其然 在2022年的时候 她宣布了自己离婚的消息 或许是觉得这些年人脉名气积累够了 完全可以像十年前的黄晓明一样自立门户 但现实给了她狠狠一击 离婚后的杨颖肉眼可见 日子不太好过 影视资源高位大幅度下降 曾经三个顶奢大言 如今只剩一个 还是因为合约没有到期 跑南综艺随着陈鹤 邓超等人的离开 人气也不如从前 而影视圈接手的剧本数量也不如从前 离婚之前 她的资源一度把刘亦菲照丽颖 刘诗诗杨幂等人都比了下去 再看如今同级别八五花们今年的剧本 哪一个不比杨颖的班底强咖位高 虽然屡屡被人诟病演技 但依然会有制作方找她做新戏的女主角 甚至还能和年轻男演员共同主演新戏 有网友在看到还有人找她拍戏很惊讶 但是baby似乎下定了决心要在演戏这条路上发展了 虽说杨颖没有演技 但她的颜值却是无话可说的 也一直是各大红毯以及大型活动上的造型王者 造型从没有让大家失望过 焦点般的存在 baby现身跨年晚会 当天她的造型与以往一样备受外界称赞 工作室也在第一时间PO出了baby的高清美照 每一帧都美得不可方物 此次亮相 baby装发精致 依袭身villow被礼服群衬的她仙女发十足 她在拍照的时候还多角度展示自己的盛世美颜以及好身材 灿笑模样又甜又美 完全称得上是无瑕疵大美人 随着活动的结束 网络上了陆续曝光了baby的一些生涂 baby被质疑全身涂粉底液 看baby的背部特写 因为光线充足 粉底的颗粒感似乎都依稀可见 难怪被质疑全身涂粉 其实对于女明星而言 出席活动 给露在外的胳膊 腿 脖子 后背涂上粉底液 就跟给面部化妆一个道理 既然出镜 当然希望自己每一寸肌肤都美美的 除了全身涂粉的话题 baby也因为生涂太瘦被热议 生涂显瘦是很多女明星追求的目标 但是baby被指寿的吓人 看baby这张背影生涂照 整个背部坑挖不平 可以看到骨头的纹路 可以用皮包骨来形容了 少了美感 所以被不少网友形容受到吓人 还有网友质疑baby是不是抽纸了 其实不然 杨颖就曾经公开自己平时的体重是90斤 而自己最胖的时候是108斤 而且是因为孕期才达到的这个体重 可以说是非常的瘦了 看她的孕期照我们也可以看到 她真的除了肚子变大了之外 其他的地方还是很瘦的 包括脸也是 她的脸还是和以往的一样的精致 一样的美 baby因为太瘦锁骨 背部骨头显得抢劲 但是马甲线一直很漂亮 足见baby日常是有健身的 虽然瘦但是有肌肉 不过以baby现在状态 若能再胖一点 也会很好看的 对此你怎么看呢 好 好